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弹出的小窗口中输入想保留的Alerts的天数 比如您想保留两天的数据 可以在此输入2 点击下方的OK 然后点击yes 系统会提示您被删除的Alerts的数量 然后点击OK 删除命令就完成了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命令行来删除Exception Alerts EM Server端提供了PurgeX Alerts的命令来删除 以下是运行命令 PurgeX Alerts 输入用户名 输入用户名 输入密码 点击Enter 输入想保留的Exception Alerts的天数 点击Enter 命令就执行成功了 感谢大家收看Ctrl-M问题解决方案视频版 下次再见